那本期节目在开始之前我想首先声明一下 本期节目没有任何利益关联方 它不是一期广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人前几天给我转发了一篇软广告 是推销一款可以淡斑美白的护肤品的 他问我这个是不是靠谱 算不算智商税 说实话呢 看到这类文章的行文风格 我就有一种天然的排斥 因为我以前揭露过各种各样的保健品骗局 但是口服骨光肝胎的生物利用率是很低很低的 总之呢一句话就是没什么卵用 对这类营销软文的行文风格和套路呢 是很熟悉的 这篇软广告推销的是什么产品呢 是一种护肤品 它一只要400多块钱 它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啊 来讲这款产品 为什么能够淡斑美白的原理 也就是它含有一种成分叫安甲环酸 说实话呢 我呢是带着一种正伪的心态啊 开始了文献检索 但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 这次的情况和我以往揭露的保健品的骗局的情况呢 还有很大的不同 那在揭晓答案之前 我要先说句题外话 我现在在录节目之前啊 其实都是要化过妆的 我要往脸上呢 要打粉底液啊 还要抹一些遮瑕膏啊什么的啊 因为只有这样呢 才能让你们看起来 我好像是40岁左右的样子 其实呢 我已经虚度超过45个春秋了啊 男人到了我这个岁数啊 脸上有各种各样的板块 太正常了 所以我们平时呢 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明星 当真人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往往啊都会觉得他要老很多 因为一个中年男人化不化妆 看起来啊 真的是差别很大的 其实对我来说啊 每次出镜前要化妆 也是一件挺折磨人的事情 但是如果不化妆呢 我也真觉得啊 有点对不起大家 颜值呢实在是不高 看起来又老又丑的一个中年油腻大叔 也不怎么养颜对吧 所以呢 其实啊不瞒大家说 我自己呢也是有美白和淡斑的需求的 听到这里啊 估计你会笑 但是呢 我真的不是开玩笑 假如出镜的时候可以不用化妆 那我可以省很多时间 我把节省出来的这些时间用来写作 那不是更香吗 对吧 但是呢又不得不化 好了 我们说回正题啊 话说我看到那个美白淡斑护肤品的软纹广告之后呢 我就开始了查证 结果啊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呢 安甲环栓的美白淡斑效果啊 居然还不是假的 它是真的 并且呢 还是那种几乎没有副作用 安全使用了几十年的好东西 这个说实话 我还真是有点孤陋寡闻了 但是呢 这并不代表 我看到的那篇软纹推销的产品 它不是智商税 我觉得它依然是智商税 为什么呢 因为那款产品经过包装后呢 要卖四百多一支 而我在查证完文献后呢 我呢就在网上花了六十多块钱 买了两支安甲环栓的乳膏 在我看来呢 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这就好像呢 你在药店里面能够买到三块钱 一百片的各种维生素片 对吧 但是呢 你也能买到三百元一瓶的包装精美的那种 复合维生素片 其实在我看来 它们的效果呢 也是差不多的 这种高价的包装精美的这个护肤品啊 依然还是一种智商税 那我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 安甲环栓被发现具有淡斑美白效果的历史是怎样的 安甲环栓呢 最早是在1950年作为一种凝血剂 被日本的药物学家发现的 换句话说啊 它有很好的止血效果 到今天呢 依然是临床中被广泛使用的凝血剂 有些号称是可以治疗牙龈出血的牙膏啊 其实啊 就是在里面添加了安甲环栓 我以前呢 还揭露过 因此呢 这些牙膏呢 是真的治标不治本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牙膏能够治疗牙龈出血啊 治疗牙龈出血的正确方法呢 是到牙科诊所中去洗牙 那在安甲环栓被发现的29年后的1979年 又是一位日本的女医生 她意外的发现啊 安甲环栓不仅能止血 还能让患者脸上的黄鹤斑消失 这个发现啊 一下子就轰动了全世界的美容研究者 因为1979年 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呢 已经很富裕了 他们对美容的需求呢 也是日渐高涨 我想啊 没有人不讨厌自己脸上有黄鹤斑 对吧 也没有人不想让自己的脸色 能够看起来均匀一致些 对吧 于是呢 有很多实验室就扑进去 做这个安甲环栓的淡斑美白的研究 那么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啊 安甲环栓在治疗各种色斑 和改善皮肤色素沉淀方面的效果呢 就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公认 更可喜的是啊 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啊 还非常轻微 基本上啊 算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治疗手段 所以呢 差不多就是从1998年开始 各国的医疗界就开始陆续使用 口服安甲环栓片来治疗皮肤的色斑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 关于安甲环栓治疗色斑的研究论文 那是层出不穷 简直太多了啊 我们在学术论文库中检索的时候呢 出来的结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从这些论文的贩毒中 我基本上可以确定 安甲环栓呢 这种药物确实是一种安全有效的 可以改善皮肤色素沉淀的一种药物 安甲环栓呢 有两种用法 一种呢 是口服 一种呢 就是外用 色斑比较严重的呢 可以口服 比较轻的 可以用外用的那种 天甲安甲环栓成分的乳膏 或者呢 你也可以双管齐下啊 口服外用一起也行 因为生产安甲环栓成分的护肤品啊 它不涉及专利 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了啊 因此呢 安甲环栓类的淡斑 美白类的护肤品的品牌呢 是多如牛毛的 你在网上随便搜一下 就可以搜到你脸花缭乱为止啊 有很多国际大品牌也在生产 包装的呢 也非常精美 当然啊 它们的价格呢 贵的也可以卖到三四百一只啊 或者一瓶啊 但实际上 我觉得啊 不管那种护肤品中 宣称添加了多少其他成分 改进了多少种工艺 其实真正有效的成分呢 还是安甲环栓 所以呢 理论上来说 三十元一只和三百元一只的乳膏 只要不是假冒伪劣产品 拿到了国家正式的药妆批纹的正规产品 它们的疗效呢 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我呢 就是花了六十多块钱 买了两只 再清测啊 按照我看到的研究论文的说法呢 一般两到六个月 就可以对色斑有明显的效果 换句话说啊 如果说啊 用了六个月还不见效的话 那就别再继续用了 说明对你无效啊 好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呢 差不多就到这里 但我最后呢 还想啰嗦一句啊 我之所以能回答这些科学问题呢 其实并不是因为 我比你们更有知识 实际上 任何一个问题 我要回答的话 我都要去做功课 现找答案的 我并不是天生就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只不过呢 是掌握了寻找答案的态度和方法 其实任何人具备了同样的态度和方法 也都能找到答案 只是说啊 寻找答案是有成本和代价的 大多数人呢 并不是职业做这个的 自己去找答案的成本呢 可能会更高 而且呢 还不一定找到正确 而我呢 是一个职业科普人 我有全职的文献助理 我给你们提供的 其实是一种知识萃取的服务 好了 欢迎大家提问啊 遇到一些 我也感到好奇的问题 我就会去查找答案 并且告诉大家 另外呢 我再次声明一下 本期节目 没有任何利益关联方 纯粹是因为 我看到这个问题比较好玩 所以我做了一期节目 告诉大家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 这种讲述方式的话呢 欢迎您给我点赞留言和分享 也欢迎您到今日头条 或者西瓜视频中 搜索科学有故事 我在里面呢 还开通了很多 其他有趣有料的科普专栏 也欢迎您收藏 订阅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